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锦涛跟习近平一握手就下台了 就结束了 应该是这么说 3月15号这天 我们也说过这个3月份应该说对头算出的事蛮多的 出的事都具有这种标志性 而温家宝的下台我们看网上讨论的不是很多 因为大家都集中在习近平本身身上 但是当转到温家宝身上的时候 人们对他的争议最大 就是他到底是好是不好 这事就是两极化 给我的看法 两极化就是我觉得正是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他 你站在人性的角度来讲 他个人的角度来讲去接受他 你站在这个共产党本身的角度来讲 你就会感觉温家宝具有欺骗性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说的这个概念 其实挺简单的 一个好人 掉到了墙道 黑帮窝里面 他无力反抗 想用个人的好人的做法 去把黑帮的这个东西本身合法给洗白了 结果他没把黑帮洗白了 黑帮把他给弄黑了 可是他在弄黑的过程当中 他又不愿意丧失自己做人的那一面 而这一切的基础又有他自身 人的天性当中的自私的那一面在保护自己 这就是我说的温家宝 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温家宝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因为他太具争议了 因为他试图保住自己的尊严和人性 法广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温家宝中共建政以来最富有争议的总理 这是香港记者张文忠写的 他讲说温家宝做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之后 离开了中共最高的权力核心 标志着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 那今天中国观察向大家介绍有关温家宝执政十年 公与过的分析和评论 网上有篇报道 在投票给习近平选举的时候 温家宝没在 也就是说温家宝在做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回家休息了 是不是后来的会议都参加了 我不知道 但是在李克强接任总理的时候 那他必须得出来 因为得从他手里接过去 当然这是网上报道 我看到了那么一篇报道 但细节我并没有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有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温家宝本身的在民众当中的 在包括他们当官的眼睛里的一个态度 有一个照片 我那期节目有做 但忘了跟大家分享提醒 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在跟胡锦涛是跟习近平握手的时候 周围人的眼神很特别 又怜悯 就是内心中你可以看到 看他的人有一种善念 觉得这个老头太难了 其实跟这个主题是一样的 他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 争议的原因正是他自己个人人性的一面 想在中共体制之下 展现辉煌的时候 被党性的一面给他 咔嚓 实际这篇报道 他是摘取了香港各个媒体 对温家宝的评价 他首先摘取的是香港明报 过去十年 中国经济成就离不开温家宝的参与和推动 温家宝主持的耗费巨资挽救经济 确立内需为经济增长动力 对中国经济的体积和体制 有着持续的作用 我不知道最近温家宝就在离职之前 弄的二手房 百分之二十的税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 你临老临了 你还招骂 有房的很多城镇的老百姓 就是换个角度讲 当大官的人 透过房地产把钱赚走了 造成了今天鬼城的局面 造成了整个城市房地产本身的泡沫 那普通的老百姓是借助这个泡沫 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欲望 因为你这个社会是一个利益和欲望的社会 结果你今天呢 你为了挽救共产党本身不崩溃 你出了一个百分之二十的税 要把老百姓的泡给挤漏 让大官的泡更大 你不招人恨 这就是 你与其挤这个泡 你不如当初我说的 你宣布退出中共 那都是爷们 你这永远老骂名 然后自己那写字传说 我要清白 你怎么清白 你掉在了一个邪恶的屋坑里面 你要保住清白 而你所作所为 却为这个邪恶去服务 我缺心眼 根本不是清白 文章还提到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 在他的这个经济本身的层面当中 他说对国企的改革进展 进展本身很缓慢 浮现出国进民退的现象 更因为政策向国企倾斜 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变相形成了国企垄断的局面 这是温总十年施政的败笔 那这个败笔谁掌握着国企呢 李鹏他们家 江泽民他们家 对吧 很可能是温家宝惹不起人家 什么国企私企的 他惹不起人家 当他惹不起人家的时候 他又干这活的时候 他就干成这样 文章还提到说 有关政改的问题 应该是温家宝实际是最伤心的问题 基本就是瞎扯了 他的政改的问题 在我的眼睛里就变成了骗人的东西了 香港东方日报在评论当中说 温家宝多次公开或私下表示 要求人民谅解和宽恕 这到底是谦虚之焉还是另有所指呢 对 我个人觉得 你谅解和宽恕呢 他还是站在他个人的角度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在试图保住自己个人的清白和人性的一面 他很看重 但他又深知 在客观的环境下呢 他吃老了亏了 所以他就求得谅解和宽恕 那文章里还提到说 温家宝在这十年 资源透支 环境污染 贫富分化 这个矛盾尖锐 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 实际出现的是一个 奇形的怪状的东西 住房 医疗 教育 全都压在老百姓自己的身上 这就站在普通的角度 他这样的结果 是来自于他维护共产党本身 香港太阳报写的就比较特别 他说温家宝当年闪亮登场 温情默默 平和亲民 打动了不少人心 听着有点像 搞得像 一时间形象光彩夺目 在民间号召力一度超过胡锦涛 他说 但是没想到 去年十月底 十八大之前 纽约时报的一篇调查 他就把温家宝所有这么多年来 苦心经营的光辉形象 瞬间化成了泡影 这就是极具嘲讽 所以大家想 我就刚才跟大家描述这个概念 温家宝吃亏 他真正吃亏 就吃在他为党服务 用保人性 香港信报 公平一点说 中国当前弊病重生 不能归咎温总义人 尤其两年前 人大记者会上 他曾经说过 当前最大的危险在腐败 消除腐败土壤 在于体制改革 必须创造条件 让人民批评 监督政府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 等等等等 又提到这一番说法 我觉得这就是 站在政治的角度 去看待政治 那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联合早报 新加坡的 年过七旬老人 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以来 最富有争议的总理 对于他过去十年的执政评价 有着不同看法 观点差异很大 党内分配经济的政府首脑 温家宝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 不是他的经济主张 而是政治观点 可以说 他是除了邓小平之外 中共最高层 谈到政改最多最深的一位 也正是他这一点 使得他成为了中国最富有争议的总理 保守派指责他自由化景象 自由派认为他只说不做 没有实现他的承诺 所以温家宝的政治的遗产 或许不在于政改实质推动了多少 而是引发了一场在中共体制内和民间讨论政改的思潮 他说温家宝的政改的呼声对党内有压力 同时也给人民以希望 这是中共执政党依然存在自我改造 走向民主的内在动力 前头说的都挺好 后头又提到共产党 说内在动力要政改 其实正是经过这样的折腾 所有人都意识到一点 政改已经死了 政改是不存在 今天看到的一切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共产党整体体制表现出 他魔鬼的一面 兽性的一面 欲望动物的一面 作为一个人 应该保住自己尊严的一面 人性的一面 善良的一面 在这善恶大分别 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保住自己的尊严 和人性与善念 这是对人的尊重 共产党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 而这具体的人 只有他自己 泯灭掉自己人性的一面的时候 他才能成为党的优秀领导 所以这是我自己眼睛里所看到 根本不是这个 那 那 就是 那天我开玩笑说的话 你今晚上做个梦 对吧 今儿习近平权力最大 习近平晚上你说我做个美梦 睡觉前我做个美梦 你这边给你做梦 都乐了 你连做梦都自己说了不算 你还以为能算什么呢 不是嘲讽 只是想传递一个对人的看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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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